兄弟姐妹们 在2000年9月的MORE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 在2000年9月一个MORE杂志那里有一篇文章 那个文章的title是说绝对不会忘记的一天 那个文章的标题是绝不会忘记的一天 The day you'll never forget The day I'll never forget 那作者就访问了很多出名很重要的人物 那作者访问了很多出名又重要的人物 就问他们在美国有几个历史上 发生的事件的一个关键的时刻 他问他们在这个美国历史有几个关键的时刻 他们人在哪里然后在做些什么 他们当时在哪里做些什么 然后他们后来怎么回忆这件事情 还有他们后来怎么回忆这件事情 那么受访总当中有一个叫做Janice Aldrin 有一个受访问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做Janice Aldrin 他说他最难忘的一个时刻 他说他最难忘的时刻 就是1969年 就是1969年 7月20号 7月20号 他跟他的家人一边在吃一个蛋糕 他跟他家人一边在吃蛋糕 这个蛋糕是巨大的火箭的造型 这个蛋糕是一个巨大的火箭型的蛋糕 然后他一边在看电视 然后一边看电视 因为他的爸爸 因为他爸爸 Buzz Aldrin Buzz Aldrin 他真是登上月球 他即将要登上月球 然后完成第一个在月球那个太空漫步的人 然后他成为第一个在月球上面太空漫步的地球人 所以后来Pixar卡通电影公司 后来所以Pixar卡通电影的片 他拍了《Toy Story》玩具总动员的时候 他拍了《Toy Story》玩具反斗星 他就用这个Buzz这个名字来当这个主角 Buzz Lightyear 巴斯光年的名字 所以他就用了他这个名字 Buzz就做一个主角 Buzz Lightyear 就是巴斯光年那个名字 看过这个电影的人 都觉得这个人物真的是非常可爱 看过这部电影 都觉得Buzz是很可爱的 所以真的是 这个女儿就永远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女儿永远都记得这件事 真的有一些事件 真的有一些事件 在我们的一生会留下很深刻 不可磨灭的这个印象 在我们的一生会留下很深刻 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不知道同样的问题 来问大家 你们的回答是什么 不知道如果我问这个问题 你们有什么回答 我想如果问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同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问耶稣的妈妈 玛利亚这个问题 他最难忘的是哪一天 他最难忘的是哪一天 可能他的答案也不止一个 可能他的答案不止一个 因为他可以选的事情太多了 因为他可以选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从他还是人家的未婚妻的身份开始 就已经开始了 从他成为一个未婚妻的身份 就应该开始了 未婚妻结果的圣灵 让他感孕 他怀孕了 他现在有一个未婚妻的身份 但是圣灵感人他 令到他怀孕 这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一个很大的改变 到耶稣他定时自驾 然后耶稣复活 到了耶稣钉十字架 指指到耶稣复活 很多的事情他都是不能够忘记的 很多事情他不可以忘记 那我要说今天发生 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读到 发生的事情也是其中一个 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经文里面 发生的事情也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在路加福音当中 刚刚读到的 我们刚才听到的路加福音里面 有一句话说 有一句话这么说 玛利亚将这一切的事情存在心里 玛利亚将这一切事情存在心里 就是反复在想 他反复地想 那去圣经里面 总共有两个地方 有这样的一个句子 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有这个句子 就是玛利亚一直放在心里的一个事情 就是玛利亚一直放在心里面的事情 第一件是什么事呢 第一件是什么事呢 就是耶稣出生以后 就是耶稣出生之后 有牧羊人来看他 有牧羊人来看他 那牧羊人来的时候 转达天使所要说的 关于耶稣的事情 牧羊人来到传达天使 讲出有关耶稣的事情 那个时候玛利亚不知道 牧羊人所传的这个信息是什么意思 当时玛利亚不知道牧羊人要传过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就把它放在心里 但是他将这句话放在心里面 另外一个就是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读的经文 那么在这个事情之后 路加这样讲 那这个事情之后呢 路加这样讲 玛利亚把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放在心里 玛利亚把一切的事情都放在心里 那虽然圣经是这样写 虽然圣经这样写 当然不是说玛利亚他一生只有这两件事情 他记得 当然不是说玛利亚一生只有两件事 他记得 但是因为圣经这样子记载 但是因为圣经这样记载 我们至少可以来推论 这两件事情有一定相当的分量 我们可以至少推论这两件事 是有一定的分量 第一件事情是关于耶稣诞生的事 第一件事关于耶稣诞生的事 玛利亚他印象很深刻 玛利亚印象深刻 但是这个一点也不奇怪 当然那一点也不奇怪 我相信在座当母亲的人 我相信那么多位是妈妈的 你当了第一次当妈妈的时候 你第一次做妈妈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你可能到现在都还记得 你发生的事情你现在都记得 那么这个就是当妈妈的一个特性 这个就是做妈妈的特性 至少会知道 会记得自己痛多久 记得自己痛了多久 起码都 我记得的是 我很痛的时候 我先生跑去吃面 美娜全道她疹痛的时候 她先生就去吃面 然后本来医院给我一个便当 我的助产师跟我说 你现在很痛一定吃不下 我帮你吃 然后医院给了一个午餐 那个助产师说 你这么痛 肯定是不吃的 我帮你吃了 所以我饿到都没有灵气睡觉 所以美娜全道是饿到 没力生出来的 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耶稣走丢了 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 耶稣走失了 那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第一次跟他的父母亲 到耶路撒冷去守余月节 他第一次跟他的父母亲去耶路撒冷过余月节 那这样的事情其实在他们的文化里面 是代表这个小孩的一个成年龄 这个事情呢 是在文化里面代表一个男孩子的成年龄 所以男孩子满十三岁 女孩子满十二岁 他们就要去圣殿 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所以男孩子是十二岁 男孩子十三岁 女孩子十二岁 就要去圣殿 就告诉大家 他已经成年了 是一个礼仪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男孩这个女孩 他就要守犹太律法里面 有六百一十三条的这个法律的规条 那从这个年龄开始 这个男孩子女孩子 就要开始守这个犹太法律的 六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的义务 你看这个任务多重要 这个任务多重要 所以在圣经说 在这个余月节结束之后 那圣经讲到余月节结束了之后 这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就要回家 回加利利去了 约瑟和玛利亚要回家 去回加利利 那走了一天的路之后 才发现耶稣没有在他们当中 然后才开始在亲友里面找他 然后开始在亲友里面去找 其实不能想象 十二三岁的孩子 他是可能自己 不是好像小孩子这样紧紧的跟着父母亲 我们可以想象到 十二岁的小孩 他可能不会跟着 爸爸妈妈一起走 你现在如果问Pastor Emily 他的两个小孩也不会都紧紧跟在他身边 如果你问Pastor Emily 他的两个小朋友都不会跟着他们走 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去逛街的时候 有的爸爸妈妈在小孩子身上绑绳 所以当玛利亚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很着急 所以玛利亚当时很焦急 很快要找他 一路找回来找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在那里找到耶稣 在那里找到耶稣 耶稣在那里跟老师们讨论圣经 耶稣当时跟那些圣殿里面的老师 在那里讨论一些事 他听老师们在讲圣经 然后也在问问题 他听老师讲圣经 也都在那里问问题 在这个父母亲找到他之后 真的因为有时候着急 我们就会生气 就开始责怪 你为什么这样子做这种事情 有时候父母很焦急地找到小孩 会很生气 你为什么不跟着我们走 你不来也要讲一声 对不对 你不走也会告诉我们 那耶稣的回答竟然是这样的 耶稣的回答竟然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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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豈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豈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呢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回答你 我相信你也是听不懂 如果你的走失的小孩 这样跟你说话 耶稣跟玛利亚 完全不明白他所说的话 耶稣和玛利亚 一点都不明白他说什么 耶稣一生在世有33年 耶稣一生在世33年 其中开始的两年还有最后一年 圣经有很详细的记载 他开始的两年和最后的两年 圣经有很详细的记载 然后中间的这个很长的时间 圣经的记载很少 然后中间那么长的时间 圣经很少有记载 历史的学者说 清这段时间叫做隐藏的日子 Hidden years 好像他跑去躲起来了 好像他走了 躲起来 那其实在教会的历史里面 也会有流传一些耶稣在这段期间的一些事迹 一些传奇的故事 其实在历史上面当然会流传一些 关于这段时间耶稣会流传的故事 有的也有写成文字 有些写成文字 譬如有一本书叫多玛福音 譬如有一本书叫多玛福音 他这样做的这个泥麻雀的时候 人家就指责他 哎呀你不能再安息日工作啊 那他用泥做这个麻雀的时候 突然人家会指责他 你安息人 不可以做这些事 结果耶稣就对着那个泥麻雀吹了一口气 结果耶稣对着这个泥做的麻雀吹一口气 这个泥麻雀不要火起来就飞走了 这个泥的麻雀变成活生生的 飞走了 其实类似这样传奇的故事 还有很多的记载 其实好像这样的故事 还有很多记载 可是后来都没有收录在我们的圣经里面 但是后来呢 这些没有记载 没有收录在我们的圣经里面 只有在路加福音有记载这件 耶稣走丢了的这个事情 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这一件 耶稣走失了的故事 那么光是这一点 就可以让我们很注意这个故事 光是这一样呢 就值得我们很注意这个故事 为什么没有留传奇故事 是留这个走散的故事 为什么不留传其他的故事 要留住这个走失了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有什么信仰的意义呢 这个故事有什么信仰的意义呢 我认为 在路加福音里面 路加福音里面 耶稣在圣殿里听老师们讲解圣经 耶稣在圣殿里面听老师讲解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圣经不是像我们这样一本 其实是只有五经 前面就是创世纪以后的这个五本 当时的圣经呢 不是好像我们现在这样的 当时只有五本的经书 然后就是耶稣跟老师讨论经文的事情 就是耶稣跟老师讨论经文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其实是耶稣三十年的日子当中 所做的事情的一个总结 其实这些是耶稣在那三十年隐藏的日子当中 所做的一个总结 好像是一个缩影 好像一个缩影 好像钢琴老师小提琴老师 他们每一年都有一个recital 好像你学钢琴小提琴 你每一年有个recital recital就是学生的成果发表会 就是你教的学生他的成果要发表出来 那在表演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不是小孩子拉得很好而已 我们看到呢 不只是看到那些小朋友会拉得很好 他的这个表演其实代表他平日的一个练习 他这个拉的出的结果 其实代表他平日练习的成果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常常会这样想象 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常常会这样想象 那耶稣既然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既然是上帝的儿子 他一定有特殊的属灵恩赐 他一定有特殊的属灵恩赐 说不定生出来就知道所有的经文 说不定他一出世 什么都知道了 其实我们不要这样想 其实我们不可以这样想 耶稣是很努力在追求的 耶稣很努力地追求 那么耶稣 刚刚我们看到耶稣第一次有机会到圣殿的时候 他表明他是以上帝的事为念的一个人 所以他很认真在听 你要很认真听你才能够问问题 所以他的学习是时长的 所以他的学习是很长时间的 他是努力追求的 他是努力的追求 所以路加福音特别地保留这一段 所以路加福音要特别地保留这一段 他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他要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耶稣这种默默在操练 就是耶稣默默地操练 不断地听 不断地在思考 不断地去听 不断地去思考 去实实在在去体验信仰的功夫 他实实在在去体验信仰的功夫 这些事情比他行神迹还要重要 这些事情比他行神迹更加重要 我们都听过有一个大钢琴家 叫做Arthur Rubinstein 他有一次被他的仰慕者赞美 他有一次有一个仰慕他的人来赞他 你真是天才的钢琴家 你真是天才钢琴家 他苦笑在回答 他很苦笑地回答 我不知道你所谓的天才是指什么 我不知道你所谓的天才是什么 我一天练十二个小时的钢琴 我一天要练十二个小时的钢琴 我四十年不曾见断 我四十年没有停过这么年 如果这样算天才 如果这样是天才 那笨蛋是什么 笨蛋是怎样的呢 那耶稣不是宗教天才 耶稣他不是宗教天才 他在你跟我看不到的时候 他在你和我都看不到的时候 在我们圣经读不到的时间里面 在我们圣经读不到的时间里面 他是很踏实地在操练他的信仰的功课 他很踏实地要操练他信仰的功课 兄弟姐妹们 大兄姐妹们 我要问大家 我要问大家 我们除了每星期在这里崇拜聚会 互相见面的时间之外 我们除了在这里每个星期崇拜 聚会见面的时间之外 我们都在做什么 我们都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怎么运用我们的时间 我们怎么运用我们的时间 我们真的要学习像耶稣 像鲁宾斯坦那样子 我们要学习耶稣和鲁宾斯坦那样 脚踏实地的做功课 踏实地做功课 一件事情有没有重要 一件事重不重要 可以从人对这件事情认真的态度来判断 可以从这个人对这件事有多认真来判断 我相信 我相信 对自己的信仰很认真的基督徒 对自己信仰认真的基督徒 一定能够渴望自己的灵命是活的 一定是渴望自己的灵命是活的 是有再成长的 是有增长的 是能够更认识上帝的 是能够更认识上帝的 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认识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 认识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 还有认识 知道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还要知道神要给我们做的事情 读经是所有这一切的根本 读经是这一世事情的根本 我听过很多人说 我听过很多人这样说 我退休以后 就会有很多时间可以好好地读圣经 等我退休了 我大把时间看圣经 我发现这是我们当中很多兄弟姐妹 正在有的情况都已经退休了 我发觉这个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正在面对的情况 因为大家都有些会退休了 所以呢 我已经把你们的借口都堵住了 所以呢 我今天挡住你的借口了 所以呢 从2016今年开始 所以呢 我们由2016今天开始 兄弟姐妹 我不管大家有没有退休 我们不理大家要不要退休 我们大家都能够立志 我们大家都要立志 每天至少每一天都有一点点时间 在别人看不到我们的时间里面 每天呢 有小小时间 有别人看不到我们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自己独处的时间 就是我们自己独处的时间 是可以给上帝的 是可以给上帝的 在今年我们来 期待大家好好地操练自己 我们今年希望大家好好地操练自己 不要怕辛苦 如果我今天问你们 你们记得什么事情 那一段时间 一定是你们曾经特别地努力的时间 如果我今天问一问 你记得哪件事情 是你特别记得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再继续地努力 缔造历史 送给自己一个礼物 我希望大家努力地剃造这个历史 送给自己一份礼物 让我们一步一脚印地将圣经读过一次 让我们一步一脚印地将圣经读过一次 以后我希望大家 以后我希望大家 彼此见面的时候 彼此见面的时候 我们除了问你好吗 我们除了问你也好吗 我们还要问一句 我还要问一句 你今天的圣经读了吗 你今天读了圣经没有 用这样彼此来鼓励 彼此来督促 彼此来督促 彼此督促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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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